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铺垫到此为止 先说个引子 2011年是我的流年 从年头开始说起吧 这年年初九我要去广东上班 所以年初八 我就在武汉和兄弟们聚在了一起 坐上班前最后的疯狂 那天晚上我和兄弟们在KTV喝得不亦乐乎 晚到晚上三点才会到兄弟的住处 两人睡一张床上 那天我已经喝多了 我的好习惯是喝了倒头睡 绝对的酒瓶好 不闹不吵 怎么睡着的我记不清楚了 但是只知道 当天晚上做了一个很难受的梦 梦的详细内容我不记得 只是隐约记得梦里非常恐怖 为什么这些说呢 因为梦醒了后 我发现自己枕头全部湿了 而内股恐惧难受 夹杂着伤心的心情 居然还未平静 可惜的 是我不记得是什么梦境了 梦醒时我一睁眼 就看到我兄弟瞪着眼睛看着我 说你没事吧 我故作镇静地说没事 你怎么没睡 因为我兄弟这天是要去上班的 他一脸憔悴地说 我一晚上没睡呢 看你一晚上都是手舞足蹈 很激烈 好像在打架一样 我怕你出事 你怎么了 他也很好奇 我做了什么梦 可是我一点都想不起来 出事我回到了广东 过了两天 我突然接到我二姐的电话 第一句话就是 你赶快去医院检查下身体 我问怎么了 他说出八的晚上 我妈做了一个梦 梦中看到我被一群黑衣服的人抓走了 她想拉我拉不住 在梦中还看到我跟人打架 打得头破血流 很恐怖 所以这几天心里一直不舒服 憋不过了 去庙里找了高人看了 那人说我今年不利 运势不好 怕身体要出事情 可能有血光之灾等等 所以你先去检查下 然后咽个血 手指头出血 再去庙里拜下 那人说这样可以破血光之灾 说实话 当时我听了二姐的话非常的震惊 原来我做梦的那个晚上 我妈也做了梦 也就是说 我们也许是在同一个梦境里面 或者是因为母子同心的心电感应 她感觉到了我的难受 我马上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听得出她电话里面很焦急 我答应她去医院检查 去庙里烧香 但是没有告诉她 我那天晚上也做了梦 我怕她更急 后来去医院体检了下 还好 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这个事情仅仅是个开始 因为经常想起 这件无法解释的事情 就心神不宁 果然 后面不出所料 2011年 年终 8月14号 我到汕头出差 当时有个活动 8月15号在汕头举行 我的工作就是专门做一些 接待名人的活动 我提前一天到酒店等那位嘉宾的到来 这位嘉宾也是一个比较有名 且有佛心的人 后来我还跟他讨论过这个事情 这里就先不表明了 话说当天 我在汕头的酒店住下之后 就去找吃的 那条路在汕头市中心 叫什么金的一条路 很多小吃 早听说潮汕小吃好吃了 所以我当晚一个人叫了很多东西 但是没有喝酒 其实我并不爱喝酒 除非有朋友 躲不过才喝 所以回到酒店 大概是11点左右 开了电视看了会 突然感觉人昏沉沉的 看着电视 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 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奇怪没喝酒 怎么这么困 平时我都是12点多 一点多才睡觉 这个时候应该是比较清醒的 当然想不了那么多 以为也许是累了 衣服都没脱 想睡会再起来洗澡吧 迷迷糊糊就这样睡着了 梦中我自己醒了 我迷迷糊糊爬起来 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洗手间准备洗澡 走进酒店 我忽然看到黄色的瓷砖墙壁上 有一只黑粗的胳膊 我以为眼睛花了 仔细一看 确实有个胳膊在墙壁上 趴在那里 我第一感觉是隔壁伸过来的 我以为是工人在修什么 喊了一声 这么晚搞什么呀 忽然 那个黑色的胳膊朝我伸过来 而且变长了 我甚至看得到上面的毛毛 和黑硬的指甲 我当时吓傻了 都忘了喊 本能地用手去挡 这里说下 我学过一点散打 所以身体本能地会保护自己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怕人攻击这些 但是这个手变长了 我感觉情况不妙 有问题 就在这一刹了 忽然我惊醒了 原来那只是个梦 我还在床上 当时回忆着刚才的情景 口干舌燥 心绪不宁 心里很清楚 这是撞邪了 想起老妈之前告诉我的 要大声地咳嗽 跺脚 然后默念 大慈大悲南海观世音菩萨 于是我躺在床上 把手上的手链佛珠取下来 握在掌心 慢慢地闭上眼睛 心中默念了一会 再睁开眼睛 看到天花板 还好没事 一回头 却看到床头边上 都是白花花的手和脚 还在那里如动 我心里暗想 不好 还没有过去 奇怪的是 这个时候 我反而不怎么怕 心里很清楚 是撞邪了 人生第一次撞邪了 这些都是幻想 不要怕 我心里真镇定地告诉自己 天亮了就好了 坚持一会 就这样 我握紧手中的佛珠 口中念念有词 闭上了眼睛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听到外面 好像有鸟的叫声 我心想 天亮了 欢喜地睁开了眼睛 果然看到外面 天空一丝淡蓝 终于天亮了 我心里长叹一口气 还回味了下 昨晚的事情 身上凉索索的 人有头昏脑胀 但是我还是顽强的 心想终于过去了 第一个想法 就是打个电话 跟朋友和家里说下 因为这种感觉 实在太奇妙了 刚准备打电话 突然发现电话不见了 我到处摸索手机 没摸到 解开被子 没想到 被子里面 都是人的手和腿 黑的白的 大人的小孩的 在那里蠕动 这下真把我给吓到了 还在梦中 这个时候 我从床上跳了起来 这次才真正的醒了 我还把自己还在梦里 用力地咬了下手指 血湿是痛的 才相信自己醒过来了 现在还是深夜 才三点 并没有天亮 我听到的鸟叫和天空蓝色 都是在梦中的 电视机还没关 梦中电视是关的 我手上并没有佛珠 去到厕所才看到 原来佛珠回来上厕所的时候 放在了镜台上 这个时候 我反而有点恐惧了 再也睡不着了 起来打开电视最大声音 看电视 整个人都是昏沉沉的 但是一直咬着自己的手指 不让自己睡着 一直坚持到早上六点半 才跌跌撞撞地下楼去 餐厅人多的地方 这一次真把我吓到了 那天活动的一天 人都是浑浑噩噩 第二天来的同事 都看出我问题了 问我怎么了 我说昨晚有点撞邪了 同事说 昨晚是七月十五啊 你没到处乱跑吧 我这时才惊醒 原来 昨晚就是农历的鬼节 七月十五 阳气最弱的时候 怪不得我会有如此遭遇 回到广州大病立场 头疼 感冒 浑身疼持续了半个月 话说我已经从初中锻炼身体后 就一直没有感冒过 身体呢是相当的棒 这次却被这个事情搞得非常虚弱 我终于相信 人精神虚弱的时候 身体也会受影响 身体虚弱就会被这些东西侵蚀 这样病了半个月 才慢慢好起来 人才有点精神 我还去一个信佛的师兄那里 又请了穿开光的佛珠回来 一直挂在身上 我已经感觉到今年不对头了 没想到十月份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十月份我又出差了 这次是去珠海 当天搞完活动 入住了珠海的一所连锁酒店 名字就不说了 免得影响别人生意 当天晚上我和朋友们吃了宵夜 去到酒店入住的时候是十点了 拿房卡 找房间 当房间好一个一个掠过的时候 走到了四楼的最后一间 这下我忙了 不会这么倒霉吧 酒店头尾间不能住 这个说法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我转头跑前台 要求换房间 前台说不好意思 房间只剩着最后一间了 我要求退款 前台打太急 说这个要申请经理 经理已经回家了 做不了主 让我能不能对付珠一碗 我一看前台小姑娘 心一软就入住了 不过因为上次住酒店的事情 心有忌惮 心想 今晚大不了不睡了吧 看电视 太无聊了 借个电脑玩游戏吧 于是在前台交了押金 提了一台 不知道用了多年的老实笔记本 去了房间 打开房门 开灯 我居然发现 这个房间的墙壁上有一扇门 虽然已经涂成了墙壁的颜色 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这个是一扇门来的 我心里又涌起一丝不详 你想下 在一个封闭的房间 墙上有一扇打不开的门 是什么感觉 我还用手敲了下 门咚咚的 是一个老实的木头门 漆成了白色 已经被锁死 锁眼也是那种老实的 我不由地去想着 门后是什么 哎 算了我忍了 最后一间 房间有门这个 总不能成为推访理由吧 反正不打算睡了 我就打开电脑 准备对付一晚上了 咦 这个笔记本并没有关机 只是合上了待机状态 所以我一打开 马上就亮了 我看到上面的桌面下方 有个没有关的网页 我手牵地点开了 是一个浏览器页面 其中一页是一片 QQ空间 没有关 看装饰像一个女孩子的空间 我心中一激动 莫非是有缘的前兆 马上仔细看起来 越看 却觉得心越凉 头冒汗 这个女孩子写的日志题目叫做 不是吧 我真的装邪了 她文章写道 她也是住进这个酒店 看日期 大概是六天前 最让我头皮发麻的事 她居然也是住进了我这个房间 也描写了这个房间里面 那扇没有开着的门 非常的诡异 女孩子的文笔很好 写了估计有大几千字 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 因为当时没有复制下来 我就凭记忆 简单地说几点吧 大概是六天前的晚上 这个女孩子也是因为出差来到这里 她好像是个做外贸的工作 住进这个房间的时候 一进来就感觉那个门很不舒服 但是她可能出差很少 也没有那么讲究 就住下来 当天晚上她洗完澡 在QQ上跟同学们聊了会天 就上床睡觉了 到了晚上不知道几点 忽然听到房间里面 有很多脚步声 她以为是外面走廊的声音 但是不像 声音像从那个墙壁的门后面 传出来的 因为有木板刮的声音 她一下子清醒了 一股冷气从脚底升上来 心里突然一紧 这个时候她忽然发现 自己浑身都被什么给虫中的压住了 动都动不了 意识是清醒的 但是怎么动动不了 胸口像被石头压住了一样 呼吸都很困难 她开始想是不是传说中的鬼压床 整个人都吓傻了 想哭都哭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 这还不算关键 而且她觉得自己睁开眼睛 看到自己不是睡在房间里 而是睡在一个很陈旧的土砖木房子里面 鼻子里面都闻到那种腐朽的气味 身下是冷冰冰的石板 旁边都是人影在晃来晃去 还有动物在身边跑 不过都是黑色的 像影子 还有很多人在她身边 很嘈杂的感觉 她一直动弹不了 她甚至感觉到还有毛茸茸的东西在她脸上划过 不知过了多久 她才挖的一声喊出来了 发现自己还是躺在房间的床上 居然灯还是开着的 可是她记得刚才屋子里面都是黑色的 灯光也是很细弱的那种 她全身都已经湿透了 被汗水浸湿了 她从床上爬起来后 就再也不敢睡了 拿起电话向给身边的朋友打电话 打了好几个居然都是盲音 就是嘟嘟嘟 那种断线的声音 她说那一刹那 她有绝望的感觉 忽然她又想起鬼片里面 打通电话时 另一个人的声音该怎么办 她吓得赶紧把手机丢在了一边 也不敢打电话了 把房间里面所有的灯圈开着 打开电视最大声音 就这么熬着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电话突然响了 她犹豫了好久 不要不要接 一看是她前面没打通的大学好友打过来的 这才壮着胆子接了 听到熟悉的声音才哭出来 后来同学陪她一直聊了一个多钟头 手机快打到没电了才停下来 她浑身发冷的感觉才好了一点 一直对着电视 直到天亮了 才写下这个晚上的经历 看到这里 我再也不忍不住了 死也要出去住了 于是赶快拿起电话 打给前台 说让你们经理 今晚一定要给我换房 不然就退钱 十分钟内没有答复的话 我就走到走廊去吧 所有人都吵醒 你们看着办吧 说完就挂掉电话 这一招果然有效 不到五分钟 他们经理就过来 一番交涉后 终于将房费退还给我 话说我后来一想 这个事情确实十分诡异 要知道酒店房间那么多 住到同一间房的几率有多大 酒店出租电脑也有好几台吧 这样正好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用到同一台电脑的几率 也算是几千分之一吧 可是偏偏就遇到了 你说这不是很出奇吗 而且我当时看完他写的文章后 那种惊熟到头皮发骂的感觉 到现在还忘不了后来 我把这个事情 跟身边的朋友说了 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直到有一天 我去东莞洗脚 聊天的时候 当作奇闻说给一位洗脚妹听 他也给我讲了一个 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又一次惊熟到我了 我也算是从小就听鬼故事长大的 所以一般的事情 我听下就算了 最多当时觉得有点啪啪 可这个故事真的让我 无数次回味的时候 都觉得心寒 尤其是从一个初中 毕业文化水平不高的洗脚妹嘴中 说出的这个他本人的经历 让我仿佛身临其境 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骗人编造的 他09年来的东莞 当时有一个男朋友一起过来的 两人是老乡 一起来这里打工同居 开始都在厂里做 后来为了收入高点 他出来在这个洗脚城里面做 一年多后 两人感情渐渐淡薄 因为两人时间基本都很难对上 所以说话也很少 而且男孩子喜欢上了打牌 经常很晚才回来 又经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 所以用他的话说 就是男人有跟没有差不多 这天晚上 他是晚班下班 回到洗脚城对面的城中村的老楼里 他告诉我 这个老楼现在还在 就在他们洗脚城对面 出门看到最黑最破的那栋六层就是 男朋友在家里 两人依然相对无言 看了一会电视 两人就上床睡觉了 他睡在里面 面对墙 男朋友睡在外面 就这样睡得迷迷糊糊中 他好像听到电话的响起 他男朋友起身接电话 迷迷糊糊半梦半醒间 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就从床上下来 他听到他穿拖鞋 穿衣服 稀稀苏苏的声音 然后听到开门的声音出去了 迷糊中他残留的意识 认为男朋友肯定又是接到谁的电话 出去打牌出去了 不管他了 继续睡 又不知睡了多久 半梦半醒间 有一袭听到开门的声音 脱裤子 皮带的金属声 脱鞋声 躺下 然后感觉到 他的手从腰后面环抱过来 紧紧地贴着他的后背 他感觉被抱得越来越紧 却没有感觉到身体的温度 越来越冷 突然间他感觉到这个人不是他熟悉的身体 这个人不是他男朋友 他第一感觉是 完了 有坏人进来了 自己要被侮辱了 他拼命想挣脱 想喊出救命 可是自己被抱得动弹不得 嗓子也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他又急又怕 感觉快要死了 这时候 突然那个人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在漆黑静寂的夜晚 像一把力气划破空气 显得特别刺耳 笑得他毛骨悚然 他被吓得几乎快要晕过去 一时模糊的时候 突然感觉身体松了 手脚可以动了 他马上尖叫 李生救命 从床上起来就跑 趁着月光 他发现原来床上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他疑惑了 难道刚才只是一场梦 但是那种过程是那么的清晰 身上被紧紧抱住的痛感 还在 那哈哈的笑声 好像还在耳边环绕 他摸索中打开了灯 仔细看了下 确实床上什么都没有 他找到自己的手机 跑着下楼 一口气跑到楼下的烧烤摊 人最多的地方 只披了一件外套 连裤子都没穿 旁边的人都奇怪地看着他 他用颤抖的手 好半天才拨出了男朋友的电话 要他快回来 他男朋友还在打牌 不愿意回来 但是听到他的声音都恐怖地变了掉 终于还是回来了 即使他男朋友回来了 他也再不敢上去那个房间 不管男朋友怎么劝他 他都不愿意再进去那个房间一步 直到他男朋友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 搬到另一个地方 他再也没有进去过那栋楼 直到现在路过那里 他都会感觉到那天晚上的经历 是那么的真实 他连说了几个 真的好真实 好真实 我的脚虽然跑在高温的热水桶里 但是还是浑身都起了寒气 特别是他说到那个笑声 哈哈哈哈的时候 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起到鸡皮疙瘩 过了几年了 每次我跟别人谈起这个事情 依然还是会心紧 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 后来我仔细想了下 终于找到了原因 因为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段经历是在08年 在这之前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可怕 直到他的故事才让我重新想起来 而且后怕 他点燃了我内心的恐惧 所以我能产生功名 本来不打算说出这段经历的 因为他涉及到了两个人 有人说我是写小说的这样吧 虽然我想说你当做小说看就好了 但是这确实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自问不是一个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 这些事情我都跟我身边的朋友说过 有机会的话 也许他们也会看到这个帖子 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